经济参考报报道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正在向核心区推进 根据多位权威人士透露 包括受电策改革交易体制改革等 在内的五大核心配套方案 已经完成部委会签发布在即 从目前的方案来看 上述核心改革将协调推进 今明两年 先在全国范围内综合试点 电网企业仍将参与增量配电 以及市场化受电业务 电力交易机构或有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会员制三种模式 而受电放开则将采取 宽准住严监管的原则 业内人士认为 贵州云南有望成为 国内首轮电改综合试点省份 切入受电省份 受电领域的发电公司 地方小电网公司 转型能源服务的电力设备企业 将会率先受益